把30厘米长的铁管硬生生的插进鹅的胃里 借用5秒钟就把成敦的塞料灌了进去 这么残忍的过程 大鹅们每天要经历三回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世界三大真修之一 法式鹅干 小鹅崽子们出生不久 就会被一箱一箱的送进大鹏里 工作人员一边查树一边把他们丢出来 这个时候小鹅们还是健健康康康 如果谁不健康 那就是这个下场 他们在大鹏里吃喝拉撒 依靠全自动化 当时也有专门负责管理 等到长大一些就开始来到室外放养 任由他们着实 与此同时鹅长主开始准备报名 为下个阶段做准备 直到小鹅出生90天左右 他们将再次回到大棚中 等待小鹅崽子们的是暗无天日的牢笼 在狭小的笼子里 大鹅们只能露个头出来 工人推着一大桶资料 一手抓住鹅的脖子 另一只手拿着铁管 把它伸进鹅的嘴里 只要五秒钟三到七斤的饲料 就怼到他们的胃里 这些饲料全都是没打碎的报名 目的就是为了让鹅难以消化 增加肝脏负担而病大 这些工人每天要拿着冰冷的铁管 强行喂食大鹅们三思 而大鹅只能苦苦的受阵 俗话说总会有地上的圣灵 敢于直面雷霆的卫光 总有不听话的大鹅敢于反抗喂食者的手掌 这些奋起反击的大鹅呀 结果不是这样就是这样 因为经常被强行插入石道 所以拔出来一根血管是长久的事 一些鹅的会由于暴力喂食而烂掉 一些鹅的羽毛由于长期囚禁而诉调 即使大鹅们汪汪惨叫 就算牢笼声咚咚作响 这些在工人眼里 也只能让心烦气躁来得出乎意料 等待大鹅们生长到一定挺中 就会被运到屠宰上再杀 工人抛开他们的腹部 取出庞大的鹅肝 整个过程要小心翼翼 因为如果破了像 那么价值会迅速降低 等待鹅肝打包好 就会送到各大超吃客餐厅 一块顶级鹅肝价值上千五元 吃他的人必定身份高贵 所以法式鹅肝经常出现在富豪 或者皇室的餐桌上 英国查尔斯国王下令 禁止英国王室吃法式鹅肝 这个消息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这是正常鹅肝的大小 而这是法式鹅肝的大小 整得跟猪肝一样大 肝之所以这么大 全都是科技于狠活中的狠活所造成的 查尔斯三世早在十几年前 就了解了鹅肝的散染 从那时就不再实用 每个生年的意志都值得尊重 就像海中的鱿鱼 也有自己的方向 或许因此才下令禁止英国王室吃鹅肝 不过市面上只有3%的鹅肝是正鹅肝 其他的97%是鸭肝 这些肝通通称之为肥肝 由于鹅肝金贵 鸭肝便宜 所以平时餐厅里卖的许多都是鸭肝 当初是为了方便称呼 都是肥肝肥肝的叫 久而久之 鸭肝和鹅肝都成了鹅肝 其实欧洲市面上的许多法式鹅肝 都不出自于法国 而是来自匈牙利 他们养鹅产业历史悠久 之前也是正常为养 自从知道有人好吃一口之后 才发展出暴力为实法 发展脂肪肝产业 看似美味的法式鹅肝 你吓得去嘴吧